CAMP 歡迎收看 我猜 超賣运算命法 答應提示 她算命的器具是沒有生命的 而且可以贏區 一個 算命啦 讓她啕在地上 JJ 妳認為是什麼 牛肉吧 你為什麼要算什麼 為什麼 告訴你們 他用什麼來算命告訴大家 他怎麼算的 其實是你的那個來的客人 你一盤他這樣砸下去 然後刪那個圖形 是要砸碎嗎 不是要砸碎 但是我要去問 怎麼說 我要先知道他算什麼以後 然後先對 然後我們就是要一起來 然後再來我要問一次 開會 開會一個字 我沒有看到我就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拿這些 不是說還表演的時候 不小心把同學的手折斷 好可怕 整個表演完之後 那同學就進去了 他還發覺說 他手還拿在手上 你的手還你 這麼講 更誇張的是 他將對手給勒婚了 勒緊束也是 也是技術的一種 所以這樣都昏對嗎 就你把它勒暈 就 或者是他太 不會死嗎 他還不算贏 他還死嗎 太恐怖了 你怎麼知道是昏了還是死了 不會死啊 裁判會看 這樣 看嘴唇有沒有變紫 裁判看完之後 死了 死了 好 大家準備好了嗎 好緊張 歡迎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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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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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掌聲鼓 嗨 嗨 厲害… Alright Saturday Saturday 太厲害 Holiday Saturday 明天就是Sunday 對 很特別 大後天 後天就是Monday Monday 但是呢 星期三是Ladies Night 好 來 介紹我們今天來賓好不好 第一位 不得了前陣子因為減肥 他減到咪咪有一點發炎 那麼 花炎 咪咪花園 是我們那個 我們的那個偶像劇 但是真的是有越來越漂亮 現在又回來囉 竟然又回到Glant Club G Club 歡迎唐玲小姐 歡迎 哈囉 我是唐玲 大家好 可是你是 怎麼樣瘦下來的啊 其實我那時候就是 蠻惡性的減肥 其實就是不吃 不喝 不睡 有喝啦 就一直喝水 然後不吃不睡這樣子 不睡 不睡覺這樣子就精神很不好 精神也不好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點那種 精神有點亢奮的狀態 那時候在感戲啊 然後每天就是明明沒有睡覺 但是還是每天嘿 然後開始演戲 然後一眼就演那種很壞的角色 所以有點 因為有怪怪的 就你前陣子根本就是瘋了就對了 對啊 那最近康復了嗎 減肥可以當然減得健康一點 對啊 不然將來會後悔 有一些這個很不錯的減肥的藥劑 是可以試試看的 對 會有天然的一些東西 運動真的是 我以前不鼓勵人家吃這種東西嗎 吃什麼 就是一些減肥的藥劑那種不好 那你為什麼現在會暫住 我現在自己有帶你一支還不錯的 喂 你這種人 真的假的 沒有 我現在 我現在有開始 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我現在有開始在練瑜伽 我就做運動 什麼 你不要因為你自己 有用啊 奔放都有瑜伽課嗎 我公司有是嗎 那個有用 有用 有用 好好用 這就是社會錯誤的示範 我一攤起來就瘦了 好怪啊 還有一位 厲害了 黃毅達 歡迎 我來了 很順的是不是 對 新加坡朋友對不對 對 現在有沒有已經愛上台灣了 台灣很棒的 有啊 我已經在台灣住一年多了 對 而且你發片成績很好耶 對啊 都前五名 很厲害 所以要不要唱一下 好耶 唱一下 一定不提我們都忘了 今天不行 因為那個就沒有 喉嚨那邊發炎 好棒 真的 好棒 這什麼喉嚨 沒有沒有 沒有啦 我就是當時 幸加樂禍 趕快丟雞蛋 對不起 今天早上看醫生 然後醫生說叫我就是盡量 可能休息個兩層天 不要唱歌 好羨慕喔 有沒有 對啊 對啊 他有得唱 我們多希望你喉嚨發炎 可以一整集不要講話 但是為什麼老天爺自己願望 都不讓我們答承呢 我還希望你秘秘發炎 對不對 我也想要他發炎啊 不要這樣 我就說你去演秘秘發炎 沒有啦 還有一位 歡迎我們的 孝琪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孝琪 最近有搞頭嗎 最近 最近我自己創立了 我自己一個品牌 飾品 我自己設計 就是用我的英文名字 Kelly 當作品牌的名字 就是我耳朵上這一個 真的 這是我自己設計的 對 藝人就是要像那這樣 像黃毅達他也開了一個那個 那個餐廳 唐朝 哇 那個還真生意真好 自己打什麼廣告啊 憲哥你最近也開朝伯伯嗎 沒有沒有 那一家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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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啦 那一家倒啦 幹什麼 跟什麼 沒有獨生 沒有 被人家放火燒 你不要講 沒信心在那裡 很誇張 好… 還有一位一起來介紹 今年金曲獎最佳新人獎 他的歌聲直接穿透之背 相當好聽的一位好朋友 李俊傑 歡迎 大家好… 我是劉傑李俊傑 今天帶了禮物來送大家 真的嗎 對 新專輯6月4號發行 是 從第一張專輯就很看好他了 你看 真是 你看 這年輕人真好他還賣CD要送給我們 對啊 其實是為了要做宣傳 好… 憲憲哥 新專輯第二天到 請多指教 謝謝 謝謝 請多指教 好可愛的話題 謝謝 俊傑 你長得好像年輕時候的任賢企 好像 觀眾朋友們 你瞧他們是不是真的有點神似呢 好可愛喔 虛擬的善惡站 落在另外一個天堂 好可愛喔 我在其中迷惘了悲傷 抹血噴出被淺 虛擬的善惡站 回到鞋子中也一樣 就在活在天堂 一絲悲傷 好好唱喔 請多指教 謝謝 謝謝 太難道了 好好加油 可是我剛剛一看那個鏡頭 你不是在磨那個嗎 就take你跟他 真的 嚇到人家都丟在地上 好 謝謝 謝謝 回寶座休息 接著下來 為大家介紹這一組團體 號稱目前來講 唯一 唯一 他們四唯一體 可以打敗秀比布華嗎 那一定可以的嘛 你什麼態度 你不要打敗一個幽靈團體 我不是那種人 還老是要廣告自己 唯一一組團體 是 可以在國際上揚名立萬的一組 也是唯一 能夠幹掉 Fall in Love的一支團體 換我們 可以幹掉我們很多 是吧 一起歡迎 男爵媽媽 大家好 我們是 男爵媽媽 厲害… 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要自我介紹 對… 大家好 我是男爵媽媽的巨炮 巨炮 大家好 我是Gary 大家好 我是宇豪 宇豪沒睡飽喔 我是男爵媽媽的蛋頭 蛋頭 你們好 第一位是巨炮 大家看 講巨炮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沒有認識一個客家一哥 沒有 終於成小鐘的弟弟 真的嗎 廢話哪要騙你啊 你常騙人啊 你問你 你叫他發誓 是不是小鐘的弟弟 親弟弟 是嗎 是啊 你今天竟然承認我是你 我不會承認 掌聲鼓勵 我聲耶 厲害了 那麼這麼幾位都非常的傑出 今天內容相當恐怖以及精采 第一單元 真的假不了 假不認真 厲害了 真的假不了 三位 那麼第一位來到我們現場的這 好餓喔 她是 她姓居耶 是居住那個居 姓居 那滿特別的 也好厲害 像我姓柳也滿特別的 口天吳就 對啊 也不錯 對啊 不要得罪也很普通 沒有 如果嫁給夏玉順的話 你們兩個就難聽了 為什麼 夏柳 是居 這是真的嗎 居啊 有啊 出來問了就知道 居冠賢 歡迎 居冠賢 28歲 台北人 他會算命 但是他用什麼算命啊 那麼居先生 28歲 是 台北人 是 你會幫人算命 對 而且他算命的方式挺奇妙的 給大家猜猜看 他用什麼幫人家算命 是鳥 我覺得他應該有養一隻小鳥 然後用鳥去夾那個 鳥掛 鳥掛 是的 欸 小嫻 妳覺得他什麼算命 很難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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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起來滿像那個 九孔大哥那一種 文字 文字 昆蟲算命 我要給大家一個提示 他算命的器具是沒有生命的 而且可以吃 檸檬 檸檬蒜檬 就咬一咬 然後吐到那個上 而且還是吐到那個 要被蒜餅的人臉上 菊姐 妳認為是什麼 牛肉吧 牛肉 牛肉蒜餅 問 你想像中牛肉蒜餅 是怎麼算吧 幾分熟啊 幾分熟啊 幾分熟這樣 之類的這樣 幾分熟這樣 還不錯啊 來 男權媽媽 來 靠你們啊 應該是那個咖啡是不是 對 我有給咖啡算命過 對嗎 很準 厲害 咖啡算命怎麼算啊 他就是要你先看你要喝多少 然後他就蓋到一個盤 對 咖啡渣 到一個盤子 然後你再看那個杯子裡面圖形 他就跟你講解 我覺得很準 他是從希臘過來的 是嗎 對 但是我各位 告訴你們 他用什麼來算命 告訴大家 豆腐 豆腐耶 豆腐 豆腐 那豆腐渣是吧 還是怎麼樣 不是 就整盤的那個豆腐 怎麼算呢 是不是你的那個 來的客人 你一盤豆腐他這樣 砸下去 然後你看那個圖形 是要砸碎嗎 不是要砸碎 但是是我要去砸 怎麼說 我要先知道他算什麼以後 然後先對豆腐 然後我們就是要期待以後 然後再來我要問的是什麼 開會 開會 對不起 你沒有開會 我就講什麼 我不知道你拿開什麼 見鬼了 他的意思是說 豆腐砸他臉上是嗎 不是 他意思是說 我們笑都笑死了 是 我們不是問什麼事 意思是什麼 他就意思是說 算之前還要先給豆腐上個箱子 很好笑 炒菜是嗎 豆腐大哥我要炒你了 會不會砸完之後 他問我們說 先生你要做味噌湯 還是要煎豆腐 他是炒眼嗎 不可能 你為什麼這樣取消他 豆腐怎麼 你是 他是擺在桌上 弄臉圈這樣子 對…我要用 真的假的 整張臉就上去這樣 對… 但是 不是我們算的人去砸 反而是你的 那你都在操縱他 因為客人不願意 不是這樣嗎 誰哪個笨蛋都算命 而且豆腐神 就是只有授權給他 其他人沒有得到豆腐神的授權 開會… 見鬼了怎麼可能 你覺得呢 對啊 你覺得呢 你都活到20歲了 你相信嗎 可是我們其實真的假不了 常常會有很奇怪的事 我覺得應該 怎麼來了一個怪小 真的吧 朋友呢 而且我跟你講 他月入10萬 他有我貼嗎 那應該假的 那應該假的 對啊 不只吧 應該是月 可是他看起來滿穩的 他一個月是可以賺到將近20萬 但是有10萬塊是材料成本 而且他是在日本 醫豆學的 真的嗎 這是一個老師 然後我碰到他 然後剛我碰到他的時候 他看到我的時候 他就問我有沒有現場 那因為你這個他也沒有現場 能不能現場 就說示範一次 還是你可以幫我看一下 對… 其實我們不要再笑他了 因為他一開始在網路 登廣告的時候 明明就是你在笑 真的有被網路有誤會為神經病 真的嗎 對… 那現場我們就示範一下 好不好 有疑問的 大家再提出來疑問 好不好 來 請上 超不思議 豆腐神算處女秀 我們趕快來看看吧 潘雅你剛還撅屁股 唉唷 就是我們 我們不懂不專業的事情 真的只能吃保留的態度 如果是真的 那 要問你什麼 問我的 我最近會不會有出什麼樣的事情 或怎麼樣 這要問嗎 還會不會再出是不是 大家安靜 我很想要嚴肅 可是一直看到那個豆腐 嚴肅嚴肅 嚴肅嚴肅 我好想切喔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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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上面看來 你撞得滿大力的耶 好 對不起… 好啦 我不鬧了啦 那依照這個紋路 你覺得 我會最近有沒有什麼樣子 你說有些人是漩渦型的 然後這是兩條插戶 對… 就表示說他今天有路可以選 他接下來下去 因為其實 看來這個掛箱應該是屬於可以去疾避兇 慢慢的 現在比較不好的事情 會慢慢過去 所以要多做一些好事對不對 不要再… 他自己選擇 選擇 選擇都一個問題 就是一些不好的已經慢慢離開是嗎 可以慢慢離開 可是就是兩條路你要讓你選 那這是一個抉擇的問題 就是說如果說你選對了 你就可以 OK 多過過去這樣子 那如果說不OK的話 可能…你看他這個是開的嘛 哇… 唐玲有沒有什麼話想問他 我覺得有點嚇傻掉 那我想問這個 這位先生啊 就是所有每一塊豆腐都有豆腐神嗎 這根你有很多 比如說獅子 石獅子有那麼多 那獅子神呢 或是說什麼很多其他神 神像也有很多尊啊 它代表是一個形象的東西 只是一個形象 這是… 其實是什麼 什麼東西都是我們賦予上去的 來 易達有什麼要發問的 我覺得說它是以那個裂痕來判斷對不對 對…就裂痕 對啊 而且每一個人 他的頭撞下去形狀都不一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問說 我專輯賣的會賣幾萬張 那如果要破很多 那不是越多越好啊 其實這不一定 不是 剛已經撞破一次了 要的話還要下次 你有沒有撞錯 然後撞到大理石上 1號居灌前 是一位超神準的豆腐蒜領師 你相信嗎 好 畢哥一位進來了 她的名字叫洪麗娟 歡迎 歡迎 歡迎洪麗娟36歲 她好恐怖喔 她有很修長的嗎 很修長 你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洪麗娟女士 她的行業我好喜歡 那麼她是賣法國麵包 但是一天賣多少 對 將近1000條 1000條 那一定超好吃吧 賣法國麵包一天賣100條 就算多了 對 一天賣1000條 一條多少錢 現在是68塊 等於70然後1000條 6萬8 那也很棒 而且她應該 應該除了法國 應該除了法國麵包 還有賣別的麵包對不對 好好吃喔 天啊 對啊 有客人一次訂購100條 真的嗎 真的啊 可以放很久嗎 鋪在床鋪上是不是 可以放很久嗎 很常可以放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吃100條 那個人太餓了吧 不是啦 他們家有一千多個人 對啊 這人口數 客人因為買不到麵包 當場發飆還打架 他還說打架的趣事 是嗎 這是趣事嗎 可不可以講一下 當時情況是怎麼樣 發飆 好 當時情況是因為 我們的男子裡面還有一條 那個客人是想說 我去拿個東西 拿那個夾子有沒有 然後 他就拿了夾子 結果另外一個客人就拿了 就立刻把他進去 對 然後他說 那條是我要買的 那客人說 那你有沒有寫字 寫你的名字啊 又沒有寫你的名字這樣 對啊 他們就開始在那邊 那不可能寫名字啊 那人也 怎麼會用字 對啊 真的太厲害了 有沒有人有疑問的 我想問一下幾點出爐 我們一天就 出爐啊 早上九點半開始出爐 就繼續燒嘛 燒差不多家屬拜完就出爐了 喂 不是那個啊 一天出幾次 對啊 一天啊 看今天人多不多嘛 早上九點一次 不一定啊 賣完就可以 就是一直出家 先生請問要幾分手 7分 謝謝 好啦 你很想被推出手 喂 所以沒有限量 反正賣完為止 所以我們不停地做呢 可不可以沾那個湯啊 就是 濃湯是不是 對 我你愛沾什麼 你掉地上拍一拍拿起來吃 我們也不管 你相信他真的一天 能賣到上千朝的法國麵包嗎 這是 好可憐 天啊 二十四 一百二十四 二八三 四十五公斤 哇 天啊 他們竟然都是運動高手喔 可不可思議的是 黃曉輝 二十四 一百二十四 二八三 三公斤 哇 好可憐 大家我不相信 對人不可冒相運動高手 不只驚喜連連 歡迎光華 黃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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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曉輝先生 是一個分光華的人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他有一項絕技是超乎長遠的 他可以單手倒立 真的假的 一隻手耶 然後倒立 那怎麼可能平衡 可是他不是只倒 倒在那個地板上 他是倒在那裡 好像有跌椅子是不是 都可以 都可以啊 對 你聽說你還可以椅子疊羅漢 疊七張之高 九張 然後 而且在 什麼跨海大橋 不是 跨海大橋那個是我 當兵的時候在義工隊 義工隊在那裡表演 去那邊繞軍 那風很大 你還可以這樣把椅子落起來 那我們那個時候 在休息的時候就租 吉普車出去玩 那真的一天可以 那 賣掉一千多條嗎 你還在延續第二條嗎 等一下 等一下 可是你在椅子上是單手嗎 單手 對 單手 我們出去玩都玩得很瘋嘛 那大家就會 來 翻跟斗 然後我說這個太簡單了 我就在那個 橋的旁邊 先倒立起來 邊邊喔 好危險喔 天啊 照相機照起來 不過他看起來真的挺壯的 他每天要練習兩個小時 你從幾歲開始練習 九歲 九歲 那等於是二十年了 二十幾年的時間 每天練習兩小時 冬天還發生 練習的趨勢 小時候我們在練的 冬天不是很冷嗎 那我們在 你不說 不知道冬天冷是嗎 那還要介紹冬天很冷 然後呢 夏天還真熱 春天就溫暖一點了 沒錯 秋天啊 憲哥 我怕你哪一天被來賓打 我們都是習慣你了 人家不是 是不是 然後呢 冬天很冷 OK 那我們在練道立的時候 我們叫拿筆 因為他講英文 拿筆 拿筆 道立叫拿大筆 拿大筆 那就有一張長板凳 那我們 那個在練休息的時候 都蹲在那個地方 這樣我知道 因為看大鍋肉桿就是 我應該快被來賓打了吧 好 然後 那 那我們在練 我們大概一把頂拿上去 大概都要 差不多15分鐘才會腳在落地 一頂15分鐘 對 那在休息的時候呢 都蹲在那邊休息 那冬天很冷 那所以 那個長板凳前面都一灘的汗水 然後頭還會冒煙 三號王光華是一位 能單手倒立的平衡王 你相信嗎 豆腐神算 超人氣大火麵包 以及單手倒立平衡王 誰說的是假的呢 大家趕快來猜猜看吧 就是他 他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看起來很像 好業務的是不是 我覺得他就是在虎南 真的嗎 就是在亂講啊 剛剛一會兒講七個椅子 又講九個椅子 其實我們今天錄影比較晚 他是送宵夜來的 我就說嘛 應該就是他 你看他剛剛那個打扮 就是剛剛明明就是很累 然後跑過來 永和豆漿店老闆 而且我覺得單手倒立 其實真的很困難 一隻手耶 而且單手倒立 他的那個手一定肌肉非常的發達 你看看你看看 他的手哪有 這怪的 哪有 不好意思我會單手倒立耶 真的嗎 有可能 只是沒有離開那個牆壁 牆壁對不對 因為你就倒立一隻手可以啊 真的嗎 真的從小學的就可以 哇 真是金剛芭比耶 對啊 所以我手有肌肉 怎麼會這麼厲害 來 一打一打 1號 為什麼 你就是從頭到尾 你覺得他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嗎 好 好 來 小嫻 我也選1號耶 因為我覺得 不喜歡吃豆腐 不是 一般算命師都很有權威 然後都會把自己弄得很專業 可是誰會拿豆腐把自己搞得很糗 然後還要幫人家算嗎 比他們嚴肅 你還不想 而且我把香拿起來 還瞪我 好 姐姐姐妳的答案 我覺得1號 你也1號 因為剛剛我有懷疑到3號 可是我一直在注意他的眼神 都非常有自信 很堅定 你看他現在還是很 我們節目真太成功了 沒有半個人選2號 你給半個換 我一直感覺3號好像要摳 憲哥的感覺 然後1號一出來我就注意他 都在晃來晃去就是這樣 不知道什麼掰 而且我覺得那個有一點好 太好笑了 而且在點香的時候 沒有我要幫1號講一講話 因為他們這種有什麼靈媒體質的人 有時候眼神都很患晒 沒有啊 可是他剛才在點香的時候 手就抖得很厲害了 對啊 就是快上升的感覺 了解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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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確實就是余樂性質嗎 對 所以前2號 可是講說你們自己的感覺呢 就覺得2號是有可能的 一天要賣1000條 其實有點誇張一點 除非他24小時營業 對 來賓猜測的結果 普遍認為1號男生是假的 答案到底是誰呢 倒數5秒請揭曉 5 4 3 1 1 請揭曉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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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洞 所以唐玲 你不要亂去算命 很容易被騙啊你 對啊 為什麼你自己不會想笑啊 我的天啊 我只在想到底要怎麼 怎麼去忍那個東西 我只在想說我等一下撞會不會痛 你鼻子都紅了你知道嗎 但是他剛撞得滿用力的 而且還在那邊唸什麼 這位是我們的工作同仁 這衣服器好好喔 你好大的勇氣喔 他撞就撞他 直接撞到那個板子已經凹下去了 而且人一直很正常這樣 有 他撞下去的時候桌子彈了一下 對 然後我看他眼淚從這裡這樣憋出來 感謝你耶 為了節目 謝謝 所以 所以有很多算命怪怪的 這個要特別注意 對 麵包準備盡量 謝謝 同學還不是戴一條耶 戴好了 超人際法國大蒜麵包好吃登場囉 來…店長…來… 現在是香業的時間了 各位觀眾朋友 過去一點…店長介紹一下 這個可以賣1000條 真的好香喔 我現在那撲鼻的香味 好大根喔 天啊 信哥 我… 好像鱷魚要咬我 我跟你講裡面已經塗好奶油了 好想吃喔 直接吃 來… 怎麼… 同學肚子餓不餓啊 以後吃飽再來看錄影 這樣才不會身心受到傷害 好好吃喔 好像蛋糕喔 好軟喔 好綿喔 好香喔 因為一般算麵包很難咬啊 同學你們聞聞看 你什麼筋蛋啊 好不好吃 男兵可以下來吃 可以嗎 感覺如夢斯瓦看著日式如霍 身軟起伏 心得… 你很誇張耶 你太好笑啊 你怎麼太好吃了是不是 來…大根特情麵包來了好不好 這一條可以吃很久耶 才賣68塊 來… 一次吃一條 一次吃一條 可是我覺得68塊太便宜了 應該賣120啊 一條這樣才68塊 你就福利一下消費者 對不起 我跟你講這個叫什麼 叫薄利能多銷嘛 是吧 我們中國人做生意 講求這三好一公道 對不對 同手套無欺 這樣才能裁員廣盡 真的好香耶 超好吃的 畫面非常之祥可 你一定幻想過這夢幻的畫面 你一定幻想過這夢幻的畫面 相信每位少女都有這樣的憧憬 剛剛優雅又夢幻的少女到哪去了呢 到底是什麼讓少女不再夢幻了呢 現在就讓我們找出這個令少女不顧優雅形象的人氣大蒜麵包發源地 來一探它的美味吧 就是眼前這金黃色誘人的大蒜麵包 它到底有多夢幻 多吸引人呢 922 謝謝 你瞧 每天可以賣出上千條 是不是很厲害呢 現在就公開它受歡迎的原因吧 就是眼前這台比一般店家貴上十倍的機器 而它的大蒜麵包出爐四數 也比一般機器多 所以供貨量大 自然而然銷售量也比較好囉 你瞧 如此的生產量 我想客人隨時來店裡都不怕吃不到大蒜麵包了 此外 供貨量大 也必須配合產品本身 你瞧眼前這純度比一般店家還要濃的大蒜奶油 也是吸引顧客的主要原因之一喔 綜合了兩大因素 不賣的好都不行囉 你看大蒜麵包每次出爐就被搶購一空 這就是店裡面的招牌人氣商品啦 而店裡面的常客更是讚不絕口 講話倒數不 讚好吃 學家沒不到這家比較好吃喔 我從小吃到大 好吃來一條吧 超驚奇 椅子疊疊了 不行的話別猛幹 平時我們修燈的工作人員也要換那麼高 這個 真的 我 保障讓你目睹好呆喔 超驚奇 椅子疊疊了 這種表演一定是摔到鼻青臉腫之後 才能有一點點的成績 不禁一番寒澈谷 淹得梅花扑鼻香 若咬人不知 除非寂寞為 出來發幾隻 床前明月光 地上斜兩雙 床上狗男女 其中就有你 恐怖… 這個排列方法太妙了吧 這怎麼排啊 這個還能找到平衡點才離譜呢 根本叫做不可能 他剛剛有答應我們要疊五張 好驚慘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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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啦 我的天啊 誰說一定要看國外的馬戲團 你看看台灣好厲害喔 好棒喔 掌聲鼓勵喔 天啊 那個 這麼怪異的姿勢喔 真的好穩喔 哇 神乎奇蹟 你是不是也覺得 他的表演相當厲害呢 哇 恐怖 他竟然是要這樣來搞一下 怎麼樣都可以找到平衡點 這個時候 如果來一個大白沙的音樂 一定很屌 大白沙要來啊 大白沙要來啊 這個時候我一要擔心的是 上面那位撇風 不好意思 中央的同學 趕快打電話 跟家人交代一下 有沒有黑白照片 放在哪裡 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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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你是不是會輕功啊 太厲害了 掌聲鼓勵… 超高難度的表演 你是不是也和來賓一樣 看得傻眼了呢 玩完了板凳 再玩客桌椅 喔 厲害 我覺得 牠好輕盈喔 對啊 像一隻鳥一樣 根本就是有 我剛吃嗎 哇… 這一個不小心就是跌破皮啊 一點點的不平都不行 好感喔 緊張啦 看到這裡已經想到 光站在上面就會地上張了 天啊 真的是德國的名牌啊 菜絲啊 錯了 恐怖啊 他還擺橫的呢 我抓你 天 舒服 哇 各位聽他 媽 不要這樣子看 不要 憲哥 你不要嚇他 不要嚇人 天啊 世事難逆了 他可以說是登峰造極 蛤 牠還卡在那邊啊 可以嗎 就靠一根小鈴子 好厲害喔 不行的話 別猛幹 一定是我們修登的工作人員 也要分那麼高 哇 厲害啊 太高了 知道 知道了 有… 小心 好帥喔 你倒立的時候 人看起來好帥耶 對啊… 他不適合在面上 掌聲再鼓勵一下 好 掌聲給大家鼓勵 你是不是也覺得太不可思議了 原來台灣也有這樣優秀的 特技演員啊 果然是王老師來了 真的要戴不上 王老師好 厲害喔 對啊 有沒有看啊 榮幸… 要不要吃條麵包 你能夠表演到 讓他劈頭散髮也是不容易 對… 你看那個… 要不要兩條給他 蛤 本來就亂打 沒有 我們被嚇到了 你會單手倒立嗎 那不要… 沒有任何的牆可以靠就可以 蛤 真的假的嗎 那可以試試看嗎 是嗎 怎麼可能單手倒立 他還可以倒立變唱歌 哇 好穩… 好穩喔 哇 哎唷… 哎唷… 單手倒立 他厲害… 我覺得王先生也可以到 好萊塢發展 應該會紅耶 已經去過回來了 真的 他有厲害 多臭屁啊 沒有紅 他就是… 他還演魔界嘛 他就演那個哈比人 哈比人 他出來是運動高手的人 嗨 哎 你看得出來我是運動高手嗎 你還真的不是 不用看 球打得非常好 對 你高爾夫球打得不錯 游泳 潛水 拳擊 跆拳道 衣上都是你不會的是不是 都很厲害 唐琳會打什麼 我啊 你應該麻將打得不錯 不會打麻將 你看起來挺健康 其實我看起來很多人都以為 我是什麼游泳健將 對… 球類高手 你那阻力那麼大怎麼游得動 什麼 看起來嘛 但是其實我對任何球類還有運動 都不是很帶來 都不會 小嫻 小嫻應該會拳擊吧 看起來 你怎麼知道 是 哇 你看那個 你真的會拳擊啊 天啊 我的天啊 他真的有練過 我就想打人 真的耶 那他真的有練過 其實我有練過一段時間的那個拳擊 真的喔 就是為了拍戲演一個拳手 然後我也有那個潛水之招 所以 所以拳擊的時候 其實你手的力量是要放鬆的 這一節 其實是 深度 而且是要用你這兩個關節去打 對 集中的 還真的有練過 好酷喔 會打拳擊女生 我高中的時候拳擊隊嘛 那砰砰砰 你是幫人家送水 真的假的 第一回合 就是當當的時候 你衝上去幫人家送水 我告訴你不吹牛 不吹牛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好不好 真的不吹牛上去 還沒抬頭 然後一陣子黑 然後就回去了 你這什麼都敢嘗試 什麼都要來一下 來來來 那趕快來看看我們的 今天看不出是 運動選手的高手 傳奇 有配的皮膚 結實的肌肉 以及渾身用不完的經歷 這些特質 正是一般人 對運動選手的印象 但是有些人 卻反其道而行 他們的外貌 完全令人看不出 他們是運動員了 在節目中 也來過幾位 十分特別的運動高手 像這位長相輕瘦的女生 她竟然是 跆拳高手喔 還把阿牙打得 哀哀叫呢 而這位身材嬌小 長相可愛的女生 她竟然是法河選手 連憲哥跟她PK 都贏不了她呢 另外這位外表 看來弱不驚風的男生 她竟然是個舉重選手喔 而今天人不可貌相單元 請來了五位 看不出來的運動高手 要讓觀眾朋友們 來猜猜看 在這五位運動高手當中 哪一位是假的呢 第一位叫做莊雅琳 有 歡迎莊雅琳十八屆 一百二十三公斤 五十一公斤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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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重點排庫子 好舒服 好舒服 莊雅琳十八歲 他小 你相信她真的是 手球選手嗎 世上最愚蠢的跟蹤狂 就是我在西門町在等車 那時候等車就 跟她就常常不小心眼神交回到 然後後來就又上同一班公車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結果更碎的是 她坐在我旁邊 更巧的是我們在同一站下車 帥嗎 這樣 沒有 忘記了 然後 同一站下車我覺得很奇怪了 怎麼那麼巧 然後我就怎麼怎麼 然後她叫做 同學 同學 然後她就說 要跟我要電話 那怎麼辦 我是拒絕她 可是她後來就 口氣就越來越不好 那我就有點不高興 沒風度 對啊 然後我就不要 然後說 你等一下 你至少告訴我們 我們回西門町吧 歡迎 中亞零十八歲 163公分51公斤 好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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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得重點快不重 怎麼可以啊 上馬步的妹子 好可愛 專改 你十八歲 她擅長的時候 她是手球 手球 手球 本來是想給大家猜 手球很難耶 看她的身材 如果不講手球 你會猜什麼 游泳也有可能啊 對不對 會猜體操 體操啊 體操 很厲害 對 可是手球不是也是 手臂應該要特別的壯瘦 沒有啊 手球是那個 很像籃球的那個 真的 手球 沒有 就有一個球門啊 去射門啊 是那個嗎 那那個叫什麼 跟籃球很像 什麼 河球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了 不要 你一出來啊 所有我們這個大哥哥們 大家都想知道 分分討論耶 你幾歲 十八 好小喔 那個中央的秧 你怎麼越坐越近啊 他不會等一下突然出 出現在這裡啊 對… 你剛吃麵包就算了 現在才給我坐去 對啊 真是 想盡一切福利 我長得很可愛之外 他本身還得過 亞青杯的國手 成獲得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的冠軍 Champion 你確定嗎 沒有哈拉 沒有 重點是又漂亮又會運動 真的太完美了 對啊 你從幾歲開始運動的 國小開始 玩球 玩球 那個時候應該是躲避球嘛 對不對 不是啊 就直接是手球了 好 那手球那 像你來講 你是守在哪一個位置 誒 誒 塞斗 塞斗 旁邊 他接觸手球的動機 是因為教練會帶他們去吃東西 連現在聽到教練都怪怪的 會出去玩 會出去玩 他又不會溜冰 你怕什麼 他會先挑幾個人來試練 挑幾個人來試練 然後在試練過程 就帶我們出去玩 然後就很喜歡 對 每天要練四個小時 那是現在 練到土練到 有時候啦 有的人 有沒有去參加比賽嗎 最近 最近 有啊 運動員很少長這麼漂亮 都長了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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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拳 龍 幹什麼 沒有 沒有 我們在講那運動就會有曲線 對 亂摸這是 規定不能喝汽水 看到別人喝水 都會吞口水 有押韻喔 為什麼不能喝汽水 你講錯了 都會吞口水 我也很想喝這樣 有時候 其實也還好啦 中央哥哥要我問你 目前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請坐下 樣子會走路耶 像話嘛 你紅了你 但是你的哥們應該滿多的吧 他腳已經越勾越過來了 有沒有看到 越過來 他挑男朋友要挑像 金城武或布萊德比特那樣 抱歉 楊大哥 抱歉 什麼話 你們抱歉什麼 像金城武 布萊德比特至少像神雷 都有個巷子 老闆的臉臭臭 是… 那所以都沒有交過男朋友 交過 交過 多久以前 那一段傷心往生 很久了 國中的時候 國中的時候 後來為什麼要分手 被媽媽發現了 媽媽發現 媽媽要是規定你 沒有 你不會跟媽媽搶同一個吧 只有你才這麼變態好不好 我感覺她快哭了耶 對啊 沒有啊 也同 很多人在追她 曾經有一個搭訕的人 為了跟蹤她 跟到迷路 太陷了 他 他迷路 那你怎麼知道他迷路的 我跟你講經過 好… 好可愛喔 我想一想 我跟你講經過咧 我還跟你孫中山呢 我跟你講經過 好… 好… 就是我在西門町在等車 等一下… 那時候等車就 跟她就會常常不小心眼神交回到 交回到就… 然後… 護靶 蛤 護靶還是這樣嗎 對啊… 看一下 後來 然後後來就又上同一班公車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結果更歲的是 她坐在我旁邊 巧 然後眼神又不小心又會交回到 然後結果… 是怎麼辦 然後後來更巧的是 我們在同一站下車 帥嗎… 那根本是跟妳的 還好… 還好… 然後… 同一站下車就覺得很奇怪了 怎麼那麼巧 然後我就走… 然後她叫作 欸 同學… 我就回頭 然後她就說 要跟我要電話 那怎麼辦 我是拒絕她 可是她就一直要… 我就覺得我就是不要吧 可是她後來就… 口氣就越來越不好 那我就有點不高興 這沒風路啊 對啊 然後我就…我不要 然後… 那…你等一下 你至少告訴我 怎麼回西門町吧 幸福的 跟到… 跟到我家 跟到妳家 然後不知道怎麼回西門 對啊 好笑喔 就教她怎麼回西門町 這麼可愛的女生 今天播出一定一堆人在上海 而且她好自然喔 很自… 很自然 不會扭捏作作對不對 對 妳說妳是很會手球 那妳比一個那個手球的動作 我們看一下 好不好 給射門 嘴巴一定要這樣嗎 球速很… 球速很快啊 好可愛喔 自己還可以… 你真的看不出來會運動耶 太可愛了 而且她要給反對運動的爸爸媽媽 一句話 開始 我是覺得說 其實運動其實不會變壞 反正是那些時間可以 因為在訓練時間比較長 就不會像別人去外面鬼混 而且還可以強身 你好像在說我 我這是我們的第一位 掌聲再給她鼓勵一下 一號 莊雅玲 不僅有著健康亮麗的外表 同時還是一位手球選手喔 接下來是我們二號 劉育成 歡迎 劉育成 21歲的72公分 20分公斤 她今天有男的啊 妳要去哪啊 大哥 她直接走台步了 今天有男的 像有個票 今天有男的耶 當然也 走不早說 妳滿帥的 各位給你們猜猜看 好可愛喔 她是什麼運動 她什麼運動 你看 看到男生整個昏了 連麥克風也忘了給人家 都不走台步喔 走完啊 你哪有男生 那種就是她走比較久 走台就走 一定要走嗎 一定要走是嗎 有男生 不然沒有 會 會 會嗎 可以把你都被Cue掉啊 好可愛喔 看她走台步妳覺得什麼運動 我覺得這個運動不用懷疑 就是那個什麼 街舞那種運動 街舞好 一打 撞球 撞球 小嫻 跳繩 跳 妳變態啦 跳繩 跳繩有很厲害的耶 世界跳繩盃第一名是不是 她連續跳起來空轉22圈 很厲害啊 那是輕功吧 來… 滑板吧 滑板 對… 好 各位 你們通通猜錯 是嗎 茶會的運動就是 滑板 有猜對啊 我沒聽到 對 你這樣就是不服輸啊 你 高中擔任滑板社團的教練 你21歲而已 對啊 滑了幾年 滑了六年 有跌倒過 當然有啊 最嚴重的 腳扭曲 扭曲啊 對啊 腳扭曲啊 腳扭曲 腳…有點就是變形這樣 是喔 剛剛大家有看到她穿的就滑板鞋啊 蛤 這個就滑板鞋 這個不是滑板鞋啊 是啦 不是啦 你給我個面子嘛 還有他們聽的音樂都很流行 真的嗎 是什麼音樂比較多 搖滾吧 事實上滑板幾乎都是聽搖滾 然後Hip-Hop也有 Rock and Roll 對啊 連電燈玩具都有對不對 對啊 我有玩那個電燈玩具 對啊 那我是一個小弟弟可以打中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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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你覺得柳育成 中…中年人還想要戴什麼啊 有那個機會嗎 有那個機會嗎 我怎麼會在這裡 恐怖耶 碰碰 不要這樣子嘛 那還被練到被警察追啊 對啊 對啊 因為常常就是 練板有時候會練得比較晚一點 比賽的前戲吧 會練得比較晚一點 對啊 所以有時候 那鄰居可能會覺得不爽吧 她曾經有很喜歡過一個女孩子 然後後來她就 因為她搭公車嘛 遇到她 然後就開始跟她回家 走走走 到最後 到最後 怎麼會這樣 我不知道啊 後來你還問那個女生說 欸 我怎麼回西門町啊 原來就是你 不是她啦 不是你喔 可不可以說一下就是 會不會有很多女生 就看你玩滑板 然後愛上你 就是之前啊 我們比較常去西門町 或者是華納維修的一塊空地 真的有去西門町喔 真的有去西門町喔 有啊 有喔 然後咧 可能在休息的時候 或者是 去吃飯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女生來跟一下 或者是 地瓶飲料來喝一下這樣 啊 真的啊 那你有很開心嗎 還好小爽一下 小爽 對啊 爸媽極力反對 曾經落下狠話 有什麼話想對爸媽講 我們來開始 就是啊 我玩滑板並不壞啊 至少我不是在那種 外面飆車啊 或者是 你是不是學上一個人的話啊 沒有啦 真的是這樣 這是真的啊 對啊 而且滑板是一種很 對啊 滑板啊 街舞啊 不管什麼運動啊 就是事實上 很健康的 對啊 至少都比酒醉駕車好盤 欸 是一個 我覺得你的存在是很有意義的 因為就是 所有的事情不要照你做就對了 你就是一個教材就對了 對 好 你給我記事啊 旁邊休息一下 2號 柳憶誠 是一位帥氣活潑的大男孩 而且還是一位滑板高手 好 我們第三位 蘇梅依 歡迎 梅依小姐 蘇梅依22歲 158公斤 44公斤 44公斤 好可愛啊 好可愛 來 直接走就排走 你會運動啊 感覺不會運動啊 蘇梅依 她中學學校運動會的時候 今天三連霸 哇 而且今年她的專運動會還是冠軍 各位 這個你們猜得到就有鬼了 這不可能猜得到啦 她後面掛叉叉的有沒有 然後又是冠軍 轉過來 應該已經有露出來她的痕跡了 有沒有 來 這 轉過來 她是保齡球選手 出來 拳倒 是嗎 是嗎 一出來我就猜到了嘛 這是 喂 不是啦 全世界唯一個 妳打得很好 人家還給妳畫一個叉的 這是保齡球啦 來 大家猜猜看 保齡球不對 唐玲姐對不對 我覺得啊 我覺得她這個運動應該是靜態的 靜態的 靜態的 她的臉就是非常靜態的 可是有什麼運動是靜態的 太極拳嗎 瑜伽 瑜伽 誰比賽瑜伽 妳的運動激不激烈 有 滿激烈 身體會互相碰撞嗎 碰撞 會嗎 會 也會是吧 來…小嫻妳覺得是 我覺得她是 體操選手 體操 然後那種抱球的 然後可以把身體跟球 繩在那裡 很柔軟 環棍棒帶那種 對…彩帶跟環 然後那種 可以劈她 不用表演 可以用示範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意思 大家不要理開她 她一個人表演 小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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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一個她又會表演 跳那種 講難一點的 土風舞吧 土風舞 我幹嘛 好… 所以你覺得她是舞蹈 舞蹈的吧 會不會跟拳有關係的 男拳 應該是芭蕾舞吧 芭蕾舞 芭蕾舞 告訴大家 大家都沒有猜到嗎 怎麼可能猜到 台灣很厲害的啊 各位 她竟然是一個 真的假的 最讓人跌破眼鏡的 運動高手 黃曉輝 21歲 162分30 三公斤 什麼 誰叫我 不相信 什麼運動 釣魚吧 阿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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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項目是 各位 她竟然是一個 柔道 柔道選手耶 真的假的 對 重點是還冠軍 還年霸 各位 中等學校運動會三連霸 大專運動會冠軍 而且妳 腿很漂亮耶 怎麼可能呢 這個 看不出來你是練柔道的耶 柔道耶 學多久了 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 不能惹妳 十歲 腰有受傷 腰受傷 結果呢 現在好了嗎 聽說晚上夜裡 腰會痛到會哭 腰很痛嘛 痛到哭了 那妳怎麼會有這個興趣學柔道呢 就是小時候哥哥先學 然後他第一天學回來就摔我 然後我會 就拿妳當那個敵手是不是 然後我為了報仇 然後就也去學 妳也去學 現在反而 現在反而要感謝哥哥是不是 而且比哥哥厲害嗎 沒有啦 那哥哥現在還在練嗎 真的 有在教人家柔道 已經變教練 柔道士了 聽說還表演的時候 不小心把同學的手折斷 折斷 好可怕 整個表演完之後 那同學就進去了嘛 他還發覺說 他手還拿在手上 那妳的手還妳啊 怎麼講 太誇張了 各位 勤拿術對他們來講很重要 請問 遇到壞人的時候怎麼處理 趕快跑 趕正常啦 這什麼心態 也是啦 也是啦 盡量不要有正面衝突對不對 對啊 就趕快跑啊 幹嘛要跟他摔 好 那柔道跟空手道差很多嗎 嗯 所以妳們是非在必要時刻 不然平常的時候 是不會表現妳們的武功 對 而且他曾經在比賽的時候 把對手給勒昏耶 我真的看不出來耶 好可怕喔 對手是只有111公分嗎 他身材應該是被妳悶昏了吧 沒有就是 摟緊術也是 我怕爸爸有來往 也是技術的一種 好想跟你比賽 也是有嗎可以這樣摟昏對 就妳把他摟昏就贏啊 或者是他摟昏 不會死嗎 他摟昏不算贏 他摟死才贏啦 太恐怖了 你怎麼知道是昏了還是死了 不會死啊 裁判會看 算 看嘴唇有沒有變直 他才會看嘛 真的 欸 死了 死了 來 上下 這小夢 你這個 你亂哈拉吧 我覺得 練習的時候 曾經跟 你會跟男生對摔 就是對手啊 就是同隊的 練習一下 對… 結果不小心竟然摸到 帶靶的 就是男生的排檔感 軟軟的 那你心裡想 因為比賽嘛 有東西抓你一定抓的嘛 好可憐 那一招應該是致命絕招吧 就是因為會有地上動作嘛 就譬如說 地板動作 對…壓制或什麼 那有時候會翻啊 就是會抓胯下 這樣把它翻過來 就抓錯了 對 不小心軟軟 然後就 然後就 大家裝沒事啊 大家裝沒事 比卻記到現在 但比賽可以這樣嗎 比賽也是啊 可是 不可以故意抓人家 我覺得比賽其實 稍微就是 用力一點他們就輸了吧 對啊 真的假的 大家要猜一下 我可以叫他擺一個柔道的姿勢嗎 好啊… 擺一個給你看啊 來… 我們就直接擺一個姿勢 來… 不要太明顯的 1 2 3 你真的有學嗎 對 我也會啊 那是滑板嘛 而且還慢動作 配合骨針動作 對… 老師在跳舞好不好 就在跳舞 好… 3號蘇美穎 是一位外表 若不驚風的小女生 她拿手的項目卻是柔道喔 好… 應該有答案了 第四位 黃橋輝 歡迎 歡迎 黃翔輝 21歲 162公分 大席三公斤 什麼 沒這樣 我不相信 對 我相信 往不可能的地方猜 我個人… 我個人是猜 舉重 等一下… 憲哥 首先要走財步 沒有 對 我不相信啦 好可愛喔 憲哥 你這是什麼聲音 來… 你好 各位 很有型耶 我們要好好訪問一下 我不相信 我用我們共通的語言 這是什麼 姐不曉 妳猜… 唐琳妳覺得她 我覺得她如果是喜歡做運動的話 那會給運動帶來更壞的印象 什麼運動… 釣魚吧 釣魚算什麼運動 釣魚 虧妳可以想到這個 對啊 而且是吃完大餐之後去釣魚 她的髮型跟她運動有關 妳側面看 有沒有 有速度感有沒有 對 有速度感的 那個牽球 牽球 牽球 是表演一餐吃六個牽球 沒有 我剛才她出來的時候 我就跟你一樣 就說跟憲哥一樣 舉重 可能是舉重 來 敲鮮 大衛王吧 大衛王 這三口 像鬼嗎 來… 這個日式的摔跤 槍撲啊 槍撲 槍撲很厲害的 槍撲這樣還太瘦了 來… 安全 應該是衝浪吧 衝浪 有板在的洞嗎 為什麼 衝浪之類的 她這個本來這樣出去很順利 大概三秒鐘之後就變鯊魚了 越來越會往下去 我覺得揭曉了以後 大家真的會很佩服她 對 騙人的是小王 王八蛋 來 你不要騙人 是小王 是什麼 妳的項目是 花式溜冰 花式溜冰 我看妳是在華式吃刀冰吧 而且重點是她是雙人的耶 妳是雙人 雙人 請問一下跟你搭檔的人 她的身形跟你差不多嗎 應該小叮噹之類的吧 那這是你嗎 比較小一點 是女生 對 你83公斤 你溜冰 很厲害 你破冰吧 站上去 真的假的 我是破紅海 你破冰吧 而且她連續三年亞洲杯第二名 還世界運動會第四名 而且相當於奧運的第四名 真的 真的 這種事情 你溜冰溜了多久了 這次當然很會撒謊 可以亂吹的嗎 8年 8年 你溜的是那個輪子的還是冰刀的 你問她溜冰溜幾年 溜8年 這不應該問 你要先問別的 妳說謊說幾年 不要這樣子亂吵 她溜冰 拜託 我還乘風破浪 可是如果是真的也太厲害了吧 所以你是溜冰刀的 我溜輪子 輪子的 每天練習三小時 我知道 你那輪子是卡車輪 十輪的那一條輪子 而且她曾經在比賽中發生意外 結果是夥伴送醫 壓壞 可不可以講一下當時的情況 當時就是 在一場表演的時候 我的那個撐舉動就剛好 滑掉了 滑掉了 她就剛好摔下去 所以把她拉回來 後來她就來把她 整個曲子給溜完 之後就送醫急救 那她後來怎麼樣 就不會動 那現在呢 現在該不會還是不會動 現在好了 現在好了 還有繼續在溜嗎 有 妳現在還是在溜嗎 對啊 還是妳現在講的是五年前 當時只有六十來公斤 還是現在還在溜 現在還在溜 曾經有印度人想要把女人嫁給她 對 印度人她 她就是 她就 印度人他們是歧視我 就說你應該不會溜冰 那她當時有唱歌給你聽嗎 沒有 1 2 3 4 把我的皮下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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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這首歌的感覺 不好意思 還滿好聽 那後來呢 印度人本來是瞧不起你 結果看了你溜冰之後 就想把女兒嫁給我 就想說她把自己女兒給 許沛給我這樣 該不會那是個 什麼印度什麼王子之類的 王室 王室 對… 因為他們印度人參加溜冰 都是貴族 趕快取啊 對啊 吃不飲食啊 後來發覺 她女兒103公斤 就算了是不是 但是呢 103公斤 她也103公斤喔 我哪有 在支撐 就正方形的嗎 正方形 那個溜冰 花式溜冰 男生不是要穿緊身衣嗎 對啊 一部分 有啦 有穿緊身衣 而且沒單眼 沒有啦 他穿海灘裝 他會屁 他會劈魂 沒有穿屁套的 會嗎 他會自轉嗎 他會自轉嗎 廢話是最簡單的 我不用穿我都會啦 拜託 可以轉幾圈 大概兩三圈吧 厲害 你會轉幾圈 你可以轉幾圈 八圈吧 八圈 這麼多 就這樣 來 擦一下汗 真的假的 節哀了 什麼啊 搞不好她就是 有沒有 4號黃橋灰 是一位相當福泰的壯漢 她拿手的項目是 花式溜冰喔 謝謝 好可愛喔 我最近很難猜 韓蘇 嚴 歡迎 最後一杯 韓蘇嚴 二十歲一百六十二公分 四十五公分 天啊 你知道美女最害怕發生的糗事是什麼嗎 聽說是 泳裝卡屁舟 這什麼話 跳水的時候 因為水壓 泳裝卡屁舟 那就 那別的隊員會過來 我幫你 這不行啦 是在跳水之後卡屁舟 就是瞬間 那個水就 然後害你 水花力量很大 你最發現完就知道了 屁股已經變釘子庫 那你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注意到了嗎 還是你就製造很大的水花 然後在那邊拉 歡迎最後一位 韓蘇嚴 二十歲一百六十二公分 四十五公斤 天啊 好漂亮耶 來 好像會寫了 天啊 直接從一個排骨 從此爬的沒有在 韓蘇嚴 屁股好翹 身材好體質 韓蘇嚴 他這個不能透露任何一點點什麼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大家好 我是韓蘇嚴 什麼運動 錯 不是啦 我還沒講 我覺得他這個體型真的看起來就像游泳選手 怎麼 你從哪裡看的 因為 他的那個肩寬啊 還有他的腿長 以及他的膚色 還有他的那個脖子微微的向前起 對 好像隨時要跳水 隨時要跳水的感覺 你知道嗎 真的 你那是什麼怪物啊 隨時要跳水啊 你是隨時要衝出籃子的狗 對 那你呢 他是水上芭蕾吧 水上芭蕾 水上芭蕾 我覺得他腿滿長的 菁姐覺得是水上芭蕾 台灣比較少 好 來告訴大家 你的專長項目是 1 2 3 游泳 中等學校運動會50公尺結市冠軍 結市就是自由市嘛 結市 自由市 那你會碟市嗎 不會 就是腰受傷 對 所以你的專長項目就是結市 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愛游泳的 小學吧 小學 週年就只有 但是他以前還怕水 身材跟心情都會很好 是嗎 對 就是 游泳就會比較流線一點 他不會有肌肉 注意 請問 什麼運動 容易讓身材變差 花式溜冰 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沒有講什麼 妳會幹嘛 那麼在槍槍前跳水 被取消資格過 是嗎 你跳失敗就沒有了 就 一個機會都沒有了 還沒有槍槍 但妳就已經下去了 就很緊張 又求好心切就 太衝了 發生最大的一件糗事 尷尬 這個好糗 真的好糗 聽說是泳裝卡屁風 說什麼話 這不是很性感嗎 然後最糗的是 一邊有卡 一邊沒卡 露一邊 是怎樣 就是跳水的時候 因為水壓 泳裝卡屁風 那就 那別的隊員會過來 我幫妳 這不行吧 是在跳水之後卡屁風 就瞬間 那個水就 水花力量很大 變成丁字庫這樣 妳就發現完就知道了 屁股一定是變丁字庫 那怎麼辦 妳就還是硬著頭皮把它游完 不然 硬撐啊 那妳上來的時候 大家都注意到了嗎 還是妳就製造很大的水花 然後在那邊拉 反而游更快吧 因為覺得很糗 有問題想發問嗎 妳新作專家 妳有 不是有一次游泳啊 就是我想知道為什麼 什麼游泳選手 都會知道終點已經到了 欸 眼睛之外 沒有 我每次游都會去撞到妳 好可愛喔 對啊 小姐 眼睛要打開啊 那不是 不是打開起來 游跟前提一樣 不是有挖鏡嗎 不是 妳看地面啊 地面有指標 沒有吧 有啊 有科度 真的啊 她怎麼知道到了 而且妳這樣都 怕就會打到那個 岸上對不對 那我以前教練跟我講過 有人游碟式 然後沒帶挖鏡 她就閉著眼睛 就飛到岸上去 可到嗎 大聲 直接飛到岸上去 飛 手浪浪 她變了海路空都會游了 直接 直接在水泥液上換氣 而且聽說 她是不是直接到岸上去 反正都上來 就繼續在岸上 今天面子很重要 順便咬了一雙拖鞋 再又下去 那有沒有男生追妳 有 有 是游泳子追 還是籃球隊的 沒有 運動的男生不會喜歡 為什麼 因為我很... 看起來像男生 不會啊 完全不會啊 運動的男生 看起來很有女人會啊 但是我覺得中央的男生 會喜歡你 坐下 那是男生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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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坐在 坐在... 你們學校大紅特紅 我給你一個戲演最好的位子 你們真的坐在那裡回去 好可愛的同學 五號韓淑妍拿手的項目是游泳 現在我們再來回顧一次 剛才五位看不出來的運動高手們 你能光憑外表 就能判斷出他們誰不是運動高手嗎 乾脆這樣好了 走一個台步之後 你們就要給答案了 好 什麼問題 1號 首先1號 中央 女的18歲 163公公 51公斤 她的擅長項目是手球 接著下來是我們2號 有日成21歲 172公分53公斤 綁地… 花膽 再來是4公 蘇梅依 22歲 158公分54公斤 她的擅長項目是柔道 小胖胖 性能是雙人花 4號 為什麼花音樂了呢 黃曉輝21歲 雙人花是溜冰 5號 又 台書也20歲 122公分45公斤 擅長項目是游泳 厲害… 好難猜… 好的 到底哪一位是假的哈啦騙人的呢 10秒鐘給我們做解答 計時開始 真的是人不可夢想喔 真的 真的 唐玲 4號 為什麼 無庸置疑 我覺得呢 我對花式溜冰一直留有非常非常好的形象 就是那男生一定是身材又好 然後腿長 女生也是纖細 這… 這怎麼可能啊 有貌相耶 唐玲 你那麼瘦還不是那麼大 長得跟椰子一樣長 我覺得2號因為 因為我以前有玩滑板 對 然後鞋子呢其實都會 邊邊都會有點破 然後因為他們要磨那個板 對 然後第二呢 他每次聽到音樂他就會開 所以覺得他其實是跳舞的 對 所以覺得他應該是跳舞的 來 3號的女生啊 就是好像有一點害羞對於表現那個 沒有人選他就怪了啦 對啊 而且他剛剛還同手同腳耶 就是一般來講運動神經很好的人 就是應該會有一點 協調性 稍微有一點那個反射的動作 對 然後過肩摔他竟然是 怎麼會這樣啊 怪啦 因為我之前有學跆拳道嘛 然後我有問過 我有問過一些柔道的朋友 其實柔道 雖然是柔道可是並不柔 可是我覺得他動作太柔了 所以你覺得是3號 所以你選的是3號 3號不是3號 是假的 厲害 男權媽媽 3號 也3號 為什麼 因為3號他看起來太瘦小的感覺 而且皮膚白白的 對 本來是想選4號的啦 可是4號 胖子也有運動細胞不錯的 我覺得 對啊 因為我很會跳舞的男生 好 那麼現在答案已經快出來了 今天答對我們的鄭姐之後呢 有15萬的獎金 從上一集累積到現在 15萬的獎金 那大家都知道了嗎 根本沒有人答對 是嗎 我不知道是誰 請他們下去換裝之後 來做正確解答 來 今天五位看不出來的運動高手 外表都讓人難以想像 他們的外型和運動員 畫不上等號 究竟今天的五位參賽者 誰才不是真正的運動員呢 究竟這五位 誰才不是真正的運動高手呢 要揭曉了 好 揭曉 大家是心裡面試 上上右下下 簡直是非常的忐忑 因為這四關 可不可以得到15萬獎金 15萬 如果猜對的話就有15萬 我再加15萬好了 等於是 30萬 對 那我們應該知道答案了嘛 所以 一起來看看他們五位 第一位 莊亞歷 歡迎 手球 好可愛 好可愛 再什麼第二位 柳憶辰 黃大叔 三號 三號 蘇梅依 柔道普 還不會打邊 再來這個應該是假的 漂亮 好厲害 好犀利 好帥 好可愛喔 其實妳穿這樣很修長耶 對啊 等等 五號游泳那個是假的是不是 其實妳沒有什麼罪肉 一起來看五號 假的 好 老妹 她完全不會游泳 每拍都知道她不是金的 太厲害 所以我們全部打錯 噴啊 好舒服 今天真的告訴大家 什麼叫人不可貌相 太厲害了 一一來表白一下 太誇張了吧 對啊 妹妹好厲害喔 妳真的是手球高手耶 我們一起看看她練球 還有她那個射門 弓門的那個味道 好 好不好 一起來看看VCR 曾經得過全國中等學校 運動會冠軍的莊雅玲 現在可是雅清飛的國手 現在就讓我們來瞧瞧 她的練習狀況吧 拉完筋之後先來熱熱身 哇 靈敏度果然不差 我們快來看看模擬對打的狀況吧 妳瞧 咱們年紀輕輕的莊雅玲 在攻防方面是不是很不同反響呢 大家給她點掌聲鼓勵吧 掌聲鼓勵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掌聲鼓勵 簡直是 簡直是太完美的一個女生了 我好欣賞這樣的女生耶 對啊 因為長得又漂亮對不對 乾脆我來拍一個偶像劇 找她當女主角都可以 對不對 然後再講小嫻啊 或者唐寧可以演她媽媽嘛 什麼之類的 你演她外公啊你 喂 好啦 再一次謝謝 我們二號來直接玩一下板子 好啦 來 禮物 好可愛的滑板帥小子 來 我們也看看她的VCR好不好 好 來 請看 柳憶誠 二十一歲 台灣頂尖的滑板高手 參加過ESPN循迴賽的她 來瞧瞧她有什麼本事吧 哇 三百六十度翻板 真是不簡單 讓我們再來看一次 接下來還有更厲害的喔 極限唇跳 這一招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再來看看她的音樂吧 觀眾朋友她是不是很厲害的喔 加油 繼續練下去 厲害… 但是這位三號小姐我們 我們還是不能相信妳根本是 沒關係 剛剛有說可以摔線摔線歌嘛 妳是日雅航的空姐 只是穿得柔道合碼 而且我覺得她身材很好 是嗎 各位同學想不想看摔線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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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們現場有100多萬的觀眾朋友 摔印鏡來說想要看摔線歌是不是 馬上表演給你們看 好… 來 榻榻米 來準備榻榻米啊 你們的扁判 我們很難理黨觀眾朋友你們的要求 而且她是冠軍耶 你們這些人 你們根本就是已經預謀了嗎 拿著 而且我們的豆腐算命師也在裡面幫王班喔 豆腐算命師 這樣子好了 說再多也不如就直接來做 不…弄清楚一點 摔線歌 有沒有男朋友要了解一下 有嗎 有 糟糕 男朋友也是在練柔道的嗎 真的 你們這樣一個比一個猛耶 好酷喔 好啦 摔就摔嘛 女生摔男生是應該的是不是 巨砲來出來一下 喂 憲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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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先禮 先禮後兵 你們要開始憲哥 是,趕快摔他們吧 走到你的機會 你能摔就摔 那檔檔名幫他推一下 什麼 榻榻米幫他推一下 加油 什麼什麼 等一下 他竟然不可以用力壓你 原來就是這樣都是冠軍的 原來就是每一場 都沒有什麼 因為他就一直這樣啊 我就不能很那個啊 好啦好啦 配合你呢 對啊 你這樣會受傷 老人家腰扭到了是不是啊 還好嗎 真的摔到了嗎 他過去那一剎那 我整個人突然間暈了 你穿好鞋了 你穿好鞋了啦 你穿好鞋了啦 好怪喔 你們就是 你鞋在這兒啦 不是啦 我穿好鞋 真的 不要繞啦 怎麼樣 有沒有很 是嗎 對啊 他是不是力道十足啊 對啊 他轉過來嚇一跳 可是我看他好像很輕盈 你不能那麼用力啊 你這樣弄不過去 可是我覺得他好輕盈喔 受傷 因為他不懂得那個柔道的姿勢 是不是 真的是 我猜 放軟我猜 就是你摔過去他不會受傷 那你選手這麼好溝通嗎 先生你等一下放軟一點 讓我好好摔你 放軟一點 放軟一點 好穿衣服嘛 這樣 我們也希望我們繼續加油 各位 對 蘇美穎 中等學校運動會 三連霸的柔道冠軍喔 我們現在快點來看一看 他的練習情況吧 首先先來暖暖身 好怕 我們現在覺得不需要 比賽開始囉 兩個人居然相差了十多公斤 兩個人居然相差了十多公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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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吧 再來看一看他把對手摔倒的英姿吧 是不是很不好惹呢 他就是柔道高手蘇美穎 男士們 小心點囉 謝謝 現場 看你皮毛 我們還有VCR可以後補 現場給我們稍微來一下 那那麼巧你有修毛 好 是剛好那個位置很性感耶 很性感耶 難怪印度人要嫁女兒給你 來 我們就看他來一點 好 現場來 簡單的來一下 相當於奧運第四名的世界 運動會第四名 好厲害啊 找一個女的來搭配 讓我撐一個 我可以 真的嗎 撐喔 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 穿褲子可以 你還記得剛剛他訪問當中有聊到嗎 就是他撐的時候後來住院 你記得嗎 還記得嗎 我現在爽動 對嘛 這什麼對 那個小嫻馬上出來一下 沒有 還是舉報好了 舉報 你撐著他好像巫婆拿一個掃把 小嫻出來好了 小嫻出來 溜冰選手扛柔道選手這樣 你是要有一個 這什麼畫面 運動大會合是不是 好 好 好 那就三號 好 三號 三號就不小心 都是選手 拿出自己專業不小心摔一下 好 就完蛋了 果然是練家子的 你可以稍微這樣留意 可是我好想跟他來一段隊伍 轉圈啊 那個 老師 老師剛剛那個音樂 阿咪老師 老師嗎 農村曲 農村曲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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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展現到他溜冰的那個 英姿好不好 但是他的服裝也有表現出來 你要記得他女朋友的名字嗎 小綿羊與大金剛 對 剛剛完全呈現 看著眼前這一張張獎狀及獎牌 你知道五年前的他是如此的青澀 但是五年之後他已經茁壯 成為台灣之光 他就是黃橋輝21歲 世運第四名 快來看一看他的表演吧 對於體型略為龐大的他來說 是不是很不可思議呢 再來看一次雙人默契組合表演吧 哇哦 真不愧是亞洲杯第二名 果然名不虛傳 真的很厲害 接下來還有更精彩的哦 加油 加油 怎麼樣 厲害吧 而他就是縱橫亞洲溜冰圈的高手 黃橋輝 大家為他賣命的演出掌聲鼓勵吧 那這位游泳妹 這個 有游過游嗎 游 可以游多遠 5公尺 他都想出來騙 我去做 像話嗎 厲害了 所以今天通通沒有人能夠猜對 也感謝我們這幾位 這個運動的健將 對 果然是人不可怕 這是素顏的他 二歲165公分45公斤 我有發動的感覺 這是素顏的他 一歲172公分54公斤 天啊 我的媽呀 下周人不可貌相隆重推出 超完美天生大美人 不化妝也很美哦 天生美人最Sexy的一面 好亮麗哦 是 不可思議的還在後頭 一面過刀山 陳寗已經快要被嚇婚了 來 好甜喔 超單小的天生美人 鬼都喜歡看鬼片 看完以後不敢洗澡 要室友在門外唱歌給他聽 他才肯洗 好可愛 他還在請他在拜託他 拜託你陪我 不然我就被洗澡 他在門口唱歌 你不敢洗一下 沒有 乖乖寶貝 現在趕快洗頭 洗碗頭趕快洗臉 洗碗臉趕快洗腰部 他的審美觀也很另類喔 全台灣最漂亮的女藝人是哪一位 阿洋 喔 了解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很好握 那思維也很清楚 你們 天生美人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有什麼條件呢 藝信是藝術家 長髮有鬍子 外表完全不重要 路有幾個遊民 就有這個特色 我這一定要喜歡 黃金單身和想婚頭啦 那想請問一下 你最欣賞哪一位美女 我最欣賞三號 三號 哇 很可愛的女生喔 感覺 笑容很甜對不對 那我想知道一下 為誰呢 因為她實在太可愛了 然後 簡直就像我夢中裡面 才出現的美女 對 而且她的聲音好甜 受不了了 好 像你剛剛說 你聽到三號聲音會受不了 然後你真的覺得 她是你夢中才會出現的女生 對不對 聽起來很偉大 但我想知道 你會願意為她做什麼事 我願意把我一生的幸福 全部都給她 讓她得到最大的幸福 哦 三號 哇 請你接受她吧 我好喜歡你 交給我吧 竟然連鑽戒都拿出來了 到底我們可愛的天生美人 會有什麼樣的反應呢 我 到我呢 我們多情的黃金單身漢 能夠求愛成功嗎 記得鎖定下週精彩節目喔 我給你聽不聽 我可以叫你 你叫你 你也不聽話 你不聽話